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三十岁开悟了 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 现在讲半般教学 79岁元吉 教学49年 半般三十多计 三百多计 这个般又长又短 有的两三年 有的两三天 长短不定 一生落瓷不疲 快乐无比 教化多少众生 一千二百五十五人 这是常随地词 佛走到哪里 跟到哪里 就长随中 不是长随中 临时来的人数 我们相信 比长随中一定多 摄迦牟尼佛没有修修 什么地方上课呢 山林树下 好边 哪个地方风景好 住在那个地方 大家坐在地上 铺一点草 坐下来 这样叫我 四十九年如一日 快乐无别 所以 佛教 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 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学 它跟宗教不相干 这是我们必须认识的 用今天宗教 这个定义来看佛教 佛教跟它不相应 因为宗教第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要有一个造物主 要有一个真神 佛教没有 佛教佛陀 菩萨 阿罗汉 都是人 不是神 也不是心 那么这些名词 都是凡语 英语过来的 是佛陀教学里头 学位的名称 最高的学位 叫佛陀 像我们今天学校的 波斯学位 第二个学位 菩萨 就好比硕士 第三个学位 阿罗汉 好比学士 你修行到某一个阶段 你拿到学位 我们称观音菩萨 地藏菩萨 文殊菩萨 这个学位 这个学位上面 带上了他们的所学的功课 像波斯里头 有哲学波斯 有文学波斯 有物理波斯 地藏菩萨 代表的是 孝亲 尊师 他专攻这个过程 这叫地藏 地是大地 藏是宝藏 金银珠宝 都含藏在大地里头 开采出来 这就有用了 佛取这个比喻 地是新地 我们新地里面 有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德能 无量的才艺 无量的向好 你要把它开采出来 修行就是开采 开采出来 得到受用了 那你就叫地藏菩萨 是这么个意思 地藏菩萨主攻的是 孝亲尊师 孝亲尊师 是自性里头 第一个宝藏 最主要的宝藏 观音菩萨 代表慈悲 救苦救难 看到众生有苦 他一定会 撑出援手 去帮助他 用现在的话说 观音代表慈善事业 慈善救济的事业 他代表 文殊菩萨 文殊菩萨代表智慧 今天讲得要 可许 这许 普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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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世界 如何把自己的德行 智慧 向好光明 落实在生活 不但落实在生活 还得帮助一切苦难众生 都能得到幸福 美满 这是普贤 所学的 菩萨 他的名号 代表他所学 修学的功课 他所教学的方文 表这个意思 现在全搞错了 产生严重的误会 故事在哪呢 故事是不读佛经 不向佛经学习 只是烧香拜拜 去祈福 把佛菩萨 统统当成贪官无力 送一点贿赂 他就保佑你了 这种行为 是侮辱佛菩萨 怎么会得到保佑呢 没这个道理 这个就是 破剑 好心 好行为 行没有破 剑破了 现在谈 谈到宗教 谈到佛法 社会大众 非常陌生 都以为 是宗教 是迷信 不能怪社会大众 怪 宗教信徒 佛门 没有认真 依照佛陀教会 去学习 没有把这段事情 讲清楚 讲明白 最重要 还得做出来 表演出来 大家看到 这是真的 这不是假的 这个才是佛的 真真 弟子 都以为 是 我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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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以为 我认真 都以为